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这个五戒是根本 比丘戒也好 沙尼戒也好 菩萨戒也好 以后这个戒律都是以这五戒根本展开的 而我们一般可能你们只能看到五个戒律的条文 它一般不会再深一点 因为你们不知道这个术语 一般也不会查到 我们一般讲戒 这里就要提到 我们一般也一定要知道有这个 就是一定要知道 遮戒和这个性戒的范畴 什么叫遮戒呢 我们姑且可以理解为这种遮遮掩掩的就称之为 什么叫性呢 就是这个本性 根本性就称之为性 五戒别看它戒条少 它也分了这两大类 前四条戒我们称之为性戒 第五条这个不因酒 我们称之为遮戒 那么我这个性戒 遮戒单解释概念有点抽象 我就拿这个五戒呢 来做个解释 大家一下就明白 什么叫性戒呢 性戒就是根本戒 这个是不 从佛教角度讲是不能够违反的 就是这个是性质比较严重的 遮戒就说是他从这个定罪上 比如拿刑管来讲 他这个可能也就算这个调义范畴 那个性戒就是这个刑法范畴 就是正常的法的范畴 五戒大家都知道 杀盗淫忘酒 那么为什么要 大家听这个名字都会觉得很有意思 就前四条戒好像很大 设计的面很笼统 这个范围也很广 唯独第五条 饮酒特别具体特别小的一个行为一个事 但是为什么把它跟那个前四条都冰裂在一起呢 这个遮戒的一个作用 为什么我们还要守这个遮戒呢 虽然它好像不是什么原则性的这个戒呢 就是因为你触犯了遮戒 容易你引发去犯根本性的戒 就好比你酒驾 我自己运用户开的挺好的 但是不是说 酒驾出现这个事故的概率 撞死人的概率 要比你这个清醒的时候要高 道工说你不喝酒就不撞人了 对吧 那么经常有这么一个故事 来讲这个遮戒跟这个性戒的这么一个关系 什么故事呢 就有一个人坐在家里面啊 今天想喝酒吧 首先就他要犯这个遮戒 那好吧 他回想我这个喝酒总得有点这个下酒菜 就不能空喝 正在发虫呢 我说没有这个这个下酒菜 哎 隔壁邻居家啊 有一只鸡 碰就飞着他这个院院 哎 他一看正好 他呢就把这个鸡啊 宰了 毛腿了收拾收拾 做做生菜 然后他吃酒就就这个鸡 哎 吃完了 那隔壁家少了一只鸡呢 回头呢 人家这个林家这个大嫂 这个收拾 捡捡捡 哎发现少了一只 就找啊 找不着呢 一般也会想着是不是跑了 飞着隔壁了 然后就敲他这个门就就 哎他一看门就说问他 哎说你看没看见我们家那只鸡啊 哎他说没没没看见 他这个这个他给吃了吗 他肯定一般的不敢承认 哎 但那会呢 又说他刚喝完酒啊 他这个酒劲也上来 一看这个大草 还有几分姿色 哎 这鸡鞋呢 这就等于是 把他给这个 煎污了 好了 就这么一个很简短的故事 我们来想一想 就由于他要喝这个酒 就犯这个遮戒 就虽然不严重的事 你看他犯了哪些戒 一 隔壁家的鸡 人家的鸡 他这战友 这所谓就算偷盗戒 然后把那只鸡杀了 这杀戒犯了 然后人家问你看见没看见 我说没看见 这是妄语戒就犯了 最后还把这个大草给侮辱了 这就是邪淫戒就犯了 所以就等于是说 你犯了这个遮戒 最后由这一条戒 引发了你这个 犯其他的根本性 所以这个遮戒的 在佛教里面的意义 就在于这儿 它能够遮蔽住 你的这种 未来要犯更大错误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这个就是遮戒的 这个意义就在这儿 那么回过头来再说那个性戒 我一强大这个性戒 这个如果说是信佛的受个尽 哎呀 说那这个这严格遵守啊 说不能触犯 你不是说这是原则性的戒了吗 不傻生 不偷盗 不邪音 不妄语 这个所以佛教不能够僵硬的来训 或者说是教条的来训 我们回过头来 因为佛教叫戒律 也称之为律 我们世间有没有律啊 法律也称之为律 因为我们三藏到后面会讲三藏十二部经律论 这个律就是讲的戒律 都叫律 律就是一种约束 就是称为律条律法戒律都是约束 那好吧 佛教的这个我们说不能犯 法律也不能犯 我拿法律来举个例 法律肯定有这种这种条文呢 就禁止这种偷盗抢的这种条文吧 就这种有罪的嘛 金额数额巨大的话 他就触犯更深的这个刑律嘛 我就说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小偷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种偷盗刑律 他在法律上还会有这条偷盗罪的这么一条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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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律的约束的名门在吗 恐怕制定的时候他都不会制定 正因为你这个世间上有这种偷盗的现象 而且这种现象还很普遍 而且还不是一个时期内能够把它去掉 就他会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 他才会制定这条这个法律来约束这个行为 我用这个来套为戒律什么意思呢 是说呀 虽然是性戒原则性的戒律 他为什么会制定 你从一个侧品就按我刚才举的例子 你要反思一下就会说什么 就说明我们这个世间上 不停的充满着杀戮 不停的充满着偷盗 不断的出现这种说谎话 就是说妄语当然不光是说谎话 他内容还是很多的 我们不去拿这个说谎话来说吧 然后这种谐音 就这种不正当的男女端就 这无是无可不存在 所以他才会制定这条戒来约束他 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种现象 佛也不会制定这个戒 就算有这个戒 他就丧失了你持守的这个意义 那回头来 我是要强调什么意思 作为一个人 就我们现在现实的这么一个肉身的一个人 你不可能在你的有生之内 真正做到百分百的吃尽 因为我刚才已经讲了 这种事情是不断发生的 当然有的人说我不会杀人 是咱们这边的杀人的可能性比较少 但是佛教讲的是不杀生 那有的人说那我是不杀生的 我很爱护小冬我还去放生 那有我就说了那你家里的万一那 在岸板上造材上落个苍蝇爬个蟑螂 你灭不灭 有人的害虫对吧 灭 这个害虫也是你定的 按道理他的在地球上生存之间比你还长 有的人说我这个害虫也不大 就反正一切能跑能动的这个 这个是所谓这个昆虫 我吃酥我也不知道 那我就说了那那个萝卜白菜就不是生病了 就他无非是无意识的生命 这个在金刚经上列了12类众生里面 他所谓有情类无情类 就是他等于是没有意识活动的 你不能说这个草木没有生命吗 那他为什么能茁壮的成长 他活的还比你人时间还长呢 那一格数几百年都有可能 所以这个都是 你要从严格意义上讲这个杀生 你是不可能百分百做到的 你看佛经里面老讲说佛喝水就是人 他说要过滤 为什么要过滤呢 他说这个一杯水里面有八万四千微虫 就好像指这个微生物一样 那微生物你是拿眼睛看不见的 那你说我拿这杯水 或者这个里头这里头没有这个 微生物吗 有啊 就是你那我把它喝了 我把它消化掉了 这个算不算杀生 那这个就这个问题 你不是妄语 我们这妄语如果讲实善的话 把它开解出来 他什么说瞎话也好 说大话也好 奉承人也好 反正就是说这都算这个妄语戒 那要这么说那也别说话 不说话算不算你 从原则来讲 其实也不等于你就持了戒了 他这个戒是 如果严格意义上 没有一个人 他是能够把这个戒 按照标准是持到百分百分 所以有些人说我这个持戒 怎么样怎么样 那不可能 就你作为一个活的人 你肯定是要犯戒的 那人家又说 那你说那我那都都都都 不可能知道 我就不持了 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能两分法 就不是这个就是那个 他持戒把握持戒的要义 尤其这个戒指干嘛 让你脑子里有这么一根弦 这个法律制定 我不是说非得我去碰触法律 那个红弦 就是说每个人都犯法 我拿这个法律 他不是这个问题 因为大家都 90%的人都是守法良民的 他干嘛 为什么要把这个法的威严设计 就是让你脑子里有法治意识 我们现在不叫以法治国 我们就是让大家脑子有法治意识 就是不去主动的碰触这个线 也不要当法王 有的人犯法是没意识 我不知道这 是这个法 这当然虽然是有情可原 但是也不可原谅 所以说呢 戒律也是跟这个道理学一样 是让你脑子里有这么个意识 不是说不让你说话了 但是你要是真是这个戒律 就是说所谓吃的好 或者说这个重视的话 每当你要招嘴说话的时候 你脑子里会忽然有个反应 我这个下面这个话 是不是要打妄语 我每看到一个生命的时候 哪怕我这个 现在这个脏东西 就是什么老鼠撕菜 我有这个意识 刚准备要举起拍子 要这个这个这个 除撕菜的时候 我若是佛教徒 我一想不查之后 这基本脑子有个弦 他就能够用这个呢 来抑制住自己要去的这么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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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这个造业的这么一个动向 他就是其实就是让你在意识里面有这么一根弦 尽可能避免去触碰这些底线 当然我刚才说的呢 好像还听着有点过 说那萝卜白菜都是命 那我就别吃 就饿死了 回过头来 总得给大家一个持戒的一个可操作的一个兵 什么意思 佛教来讲不杀生 因为佛是一个以人为本的一个宗教 而是我刚才忘了一点 就是说这个 回复第一节课讲到释迦牟尼佛生平的时候 除了八小龙道 就我是强调一个就是说佛是人 千万不能把这个佛当做神来看 这个是我一再强调的 正因为佛是人 所以我们人信佛才能成佛 不然的话如果像上帝一样 你信上帝的人 信这种天启宫教的人 信这个安拉的人 就是这个异神的话 这些信徒你只能跟随着他的脚步 被带到天堂或者去下到地狱 你信基督信天主 信这些 你不可能最终成为基督和天主 所以就换一下这个一神之大的 就一大神造物的 他永远是高高在上的 你底下人都是他的子民 这是一种本质上的不平等 佛教为什么说的本质平等呢 就是人人都可以成佛 佛跟你们众生没有区域 正因为佛是人 他不是神 所以人才能够成佛 不然的话你人也就成不了佛 所以回过头来 就是佛教是一个以人本位的宗教 所以在持戒方面呢 我们基本就做从一个正常的人的角度 来看看这个佛教的这个行为上面来怎么做 就是以人 你先不要把这个戒律扩展到什么猫狗啊 什么这个这个萝卜白菜啊 先不要往那儿想去 你可造的就是先是人与人之间交往过程中 你能够把握住这个戒律的精神 哎这就不简单 然后呢 你纯熟了之后 再慢慢的扩大 你不能说知识了解很多 一张嘴说那都是命 那你不可能你不吃啊 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呢 就是一定从人本位上来讲的 来把握戒竅 其实我和他想了想 你只要能做一个守法的公平 包括小法 就是过马路你就看西纳斗 别是说那警察不在边上 我就来跟窜了 就按着就像日本那种受过的很规矩 就有监督没监督 大家都按着这个规矩走 其实也就达到了戒律 就佛教戒律所所期望达到的那个目的 那么我们讲的实善 什么叫实善呢 实善其实就是五界的一种小范围的展开 为什么呢 他基本上 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不妄语 这是跟五界是一样的 那么在这个口叶里面 这个要强盖 就刚刚不讲了生口意吗 那么我们讲这个五界 这个戒指 约束什么 就约束你这三个方面 里面这个不杀生 不偷盗 不邪淫 这都属于行为上为主的 这就归在这个深夜上面 妄语 这是这个嘴巴上的这个就是口叶上面 当然 乐戏 他那种约束意识上 那么在这个妄语里面 在什么恶语奉承 他就说一些不实之词 就是明明不是这样 他就是来说这些不实之词 然后中间有什么呢 有这种贪 不贪 不称 就是说这个这个生气发怒 不邪见 就刚才邪见讲了 这个就基本是在这个五界 刚才说的好像指面上是身口 但如果是实善来讲呢 基本就涉及到了身口意 因为他中间有邪见 对吧 有这个贪嗔 这些都是艺术活动 他就有这个邪见的范畴 那么这个呢 就从这个戒法上讲 呃 我觉得就讲这些就够了 当然比如说还有一些居士 比如去受什么菩萨戒八观斋戒 这只是说条目上不一样 但从根本精神上 基本都是这样 戒律一说 大家如果说将来碰到一些搞佛教的 你这么一说人家听你就不外行 你说戒 遮戒性戒 或者说性戒遮戒 人应该 你这个就不外行 所以就说 把这些关键词你们记住之后呢 细的东西不用说太极 你们接触多了 自然脑子里就有了 所以关于戒的问题呢 我想就讲到这儿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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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